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這是一集Reddit Redemption 的遊戲影片 今天要教大家如同標題所說的 如何來賺取超級多的現金 將近一萬五千多塊美金 甚至更多 然後這個bug或者是glitch在國外網路上面 就已經有流傳啦 我相信台灣很多人應該也知道了 我今天就來實際測驗給大家看 然後首先呢你就需要到影片所交代的這個地點 它是有一個城鎮感覺完全被燒毀的 你到了那邊以後呢 你要找到警長Sheriff的辦公處 然後裡面就會有一個保險箱 如果這個保險箱你打開 你沒有發現有一個紙條的話 沒有發現一個指示說明的紙條的話 這個glitch就不會成功喔 這是國外社群所講的 不過如果你是第一次到的話 應該都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到有紙條跟閃亮亮的金塊 之前呢先來做存檔 來方便之後再回來喔 然後你藉由存檔再載入到遊戲裡面 你會重生到這個小鎮附近的一個山坡上面 然後明顯你在騎馬或走路到那個小鎮上面 你就可以反覆的去拿這個金條 然後那個白紙應該會不見 然後在我拿的過程中 它也出現說你要不要取消自動儲存這部分的話 應該就照我這個方式去做就好了 你先按for然後再按是先關掉自動儲存面 然後它說你這邊已經玩過 還有把你跳到之前的儲存進度 然後你拿了大概30個金條就是最多最多的能夠攜帶的量 你再去黑市來做交易 一個金條的話我記得好像是500塊美金 所以你拿到了30個就是15000塊美金 沒有錯非常非常容易來賺的錢 然後我發現之後再回去還可以再多拿兩塊金條 然後這個是之前網路上面沒有說到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多出這兩塊 在Rockstar修復之前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希望大家可以不用再為錢來苦惱 因為這個遊戲你所有的事情都要花錢 沒有錢真的很麻煩 尤其是賞金的部分 所以你現在可以大膽的來使壞 然後用錢來賺更多的錢 明顯是來做你想要的升級 所以這大概就是今天的簡單的介紹影片 如果想要得知更多有關Red Dead Redemption的遊戲資訊和歷史的故事背景介紹的話 都歡迎訂閱電玩之夜 別忘記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先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